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各地的天氣狀況 大致上都還算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明天又要變天了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到 其實明天開始 受到這個南方一大片的水氣影響 所以各地的天氣狀況 會開始變得比較不穩定 雲量會增多 而且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都要防伴 會有降雨的機會 我們從雨區報圖上面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天氣狀況 大致上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然而到了明天您可以看到 整個東半部地區都要留意 會有下雨的機會 尤其在這個東北部地區 還有在接近宜蘭花蓮的北部一帶 這個雨是偶爾還會下的比較大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時候要小心安全 也要記得攜帶雨去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 台北跟新北 明天的雲量比較多 溫度是22到28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 也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1到28度 台中 昭華是多雲到晴 南投雲量比較多 高溫來到29度 雲林 嘉義跟台南 同樣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2到28度 在高雄明天是多雲的天氣 屏東要注意會有短暫的降雨 高溫28度 至於東部地區 宜蘭 華蓮跟台東 通通都有降雨的機會 溫度高溫來到26度 而外島地區 馬祖 金門跟澎湖 也都是多雲的天氣 澎湖的高溫來到25度 好 繼續為大家整理氣象小丁明的部分了 明天受到南方雲氣北移的影響 因此整個陰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短暫的雨勢 正如在午後的山區 也要盛防會有雷震雨的發生 而再加上因為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高溫的部分會略略往下掉 整體感受起來不會那麼的悶熱 而這樣天氣狀況到了星期六之後 又受到另外一波封面的影響 到時候天氣會變得更不穩定了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範雨勢的準備囉 好的 以上天氣的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